这里是南宁市最大牌的烧烤炭 因为能来这里吃烧烤的 都得是菜馆光顾十多年的黄金老会员 怎么理解呢 我们回看到六小时前 喂你好 十点没有了 十一点半得不得 每天可以啊 明天已经定几点了 你吃什么你就发短信给我吧 好吧 八点没有了 最大只有九点了 要不就没天了 这是黄哥 凤姐烧烤的外联部发言人 所有订单都由他一手接下 要预约八点的 哪一个 等一分 不要不坐那边就走了 不用等位 但必须提前预订 没有菜单 全部都是DIY自主写单 这已成为了熟客和凤姐烧烤的秘密暗号 我懂了 我懂了 我懂了是哪个的 也是凤姐 为黄金会员提供的尊项服务 你俩老爸还有多点吗 不好意思啊 好好好 提前预约你就早点吃 好东西都是要等的嘛 这个好吃的嘛 米团嘛 这个也就好吃的 吃得等了嘛 二十二交道歉 但让时刻浑浅梦涨 欲罢不冷的 还得看凤姐的烧烤 烤肥牛 店内最红的头盘 肥瘦相近 体态风鱼 牛肥油 在火中制烤出浓郁的奶香 渗透进肉里 凤姐对火候的严格把控 锁住了肉肉 原本的汁水 肉质的鲜 牛肉的香 混合着蜜糖的甜 再撒上一把本地紫苏增味 一口下肚 牛油酥香 嫩肉爆汁 满口欢愉中 仿佛看到了口腹防御 崩塌的快感 又甜 但是又没有泥 一定要放蜜糖跟自然粉 它甜甜的 不像其他烧烤 味道正 咬下去肉 马上飙出来 舒服 感觉 但是 人们只知凤姐烧烤 凤姐是谁 嗯 不知道 我们在厨房的某个角落 找到了传说中的江湖大厨 想听听他对烧烤的深刻见解 宋姐我们家刷子有什么特别的吗 没有什么特别 搞这个有什么讲究吗 它不在火山烤吗 那我们的那个食材有什么特别的吗 会拍就得 那这些东西怎么烤呢 啊 你问的问题我都答不出来 在42度高温的厨房 凤姐总有骨膜力将温度降至零下 只做事不说话 从每晚7点准时进入厨房 之后与时隔绝 凤姐将所有的热情都投入到了春天里的一把货 好 有什么 要有什么 水 这些东西 还是 对 对 一